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麻烦请增加一个叫年龄 而且我想要让你知道一下 当你在这边加这个资料 他其实因为你们如果有机会 就是我们之前在教Excel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就是这个资料表格名称叫Pivot1 你现在在右边增加了一个 他还是会把这个当作是表格的范围延伸 好这是0 我先做到别的地方好了 我是不是先会有一个0 然后1 然后去做到100 就是这边就会有0到100的数字 接下来再复制贴上 是不是又产生了0到100 然后把这个资料排序 然后接下来我重点是复制它 复制 对不对 然后从这个开始选 选到最后一格 选到这一格贴上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像松山区男零税 松山区女零税的人口数 可以吗 而且一定排的刚刚好 最后一定知道100 你不可以多选一格少选一格 可以 那接下来剩下就是这个男 选到这一栏 然后常用底下寻找与取代 请输入男生的男 然后新字号 改成男 全部取代 那当然还有女生 后面接新字号 然后取代为女 全部取代 这样我们就整个做完了 可以吗 也完成了就是这一张表 这一张表 就是从1997年开始的人口数 各行政区 各性别 各年龄别的人口数 全部都在这边 可以吗 那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